題目要證明這個命題對於所有正整數N都是正確的 也是一樣 考慮起點的部分就是當N等於1 有一樣東西就是你記住你要代回這個通項 然後去到N等於1的時候就停了 所以代回進去第一個項就是1乘以2的1減1次 所以就是1乘以2的0次方也就是1 在這裡當N等於1的時候就代表了第一個項 所以這條式就只有一個項 同一時間右邊就是把N換成1 所以是1減1括弧2的1次方加1 所以填進去就是1然後再減1乘2的1次方加1 把N換成1 記住根據我們的計算 1-1變成0乘2加1 0乘任何東西都是0 所以最後只剩下這個加1 答案就是1 因為我們發現到左方是等於右方的 在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說P1這個情況是成立的 然後假設去到第K也是對的 為了可以更容易利用結果 所以先代入它 即是1加2乘2再加3乘2的2次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K乘2的K-1次方 Sec recovery 這想法應該會是等於K-1的2K次加加加 Notes 之後如果看到這一部分 就會計算 mauvais 做好準備功夫之後 到最後一個階段就是考慮PK加的情況 即是下一個情況 那左方呢 根據題目的寫法 就是由第一個項加到第二個項 加到第三個項加到K的項 所以是1 再加2乘2 再加3乘2的2次 再加加加加加 再加到第K的項目 然後再多一個 就是K加1的項目 就是將N換成K加1 什麼乘2的什麼減1次方 所以K加1的情況就是 K加1乘2 K加1再減1的次方 然後就處理好 你喜歡可以把它分解開 變成兩個項 再做一些合併 如果你不喜歡 你也可以把它抽公恩出來 K-1乘2的K次 有一個因素 就是2的K次方 再加K加1 2的K次 下面加1 換一換個次序 留意到公恩 就是2的K次方 所以我們抽公恩出來 剩下的東西 就放進去 第一個項抽2K次 就會剩下K-1 第二個項就會剩下 剩下正K-1 所以按照我們的寫法 裡面就會變成2K 而2的K次乘2 是可以簡化的 2的K次乘2的1 就是2的K加1次 這個是根據指數率來做的 所以這一部分就可以寫成2的K加1次方 乘K 這個時候差不多要考慮右方是怎樣 右方 就等於右邊這一部分 將N換成K加1 所以也是一樣 準備一些括號 什麼-1 括弧成2的什麼次方加1 填下去 這次是說K加1 這個換N的概念一定要強 所以第一個括號 K加1-1就是K 然後2的K加1次方加1 剩下的就跟以前做練習的一樣 因為左方是右方 所以PK加1下一個情況也是成立的 所以 根據索歸納法 PN這個名題 是對於所有正整數的N 都是成立的 都是成立的 我們看到1-2 6-4 4-6-5